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 全球聽覺障礙人口 約四億六千六百萬人 但是英國的聽障人口比例很高 平均五個英國人 就有一個是聽障者 劍橋大學醫院日前就宣布 以基因療法 讓一名一歲多的女童的聽覺 恢復到接近正常 醫師也指出 幼童的腦部還在發育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對於聽障者的未來會更好 已經十八個月大的歐伯桑迪 在父親協助下 翻閱著他還看不懂的童書 但他在一年半前出生時 因為先天的基因缺陷 而有聽覺障礙 一般人透過耳朵 接收到外部聲音後 會透過耳腔內部構造 觸動毛細胞 讓毛細胞產生禮子 這個過程中的關鍵是所謂的耳機蛋白 但烏伯出生時 因為耳機蛋白基因缺陷 耳腔內的毛細胞會擺動 卻無法產生必要的化學物質 最終讓腦部接收不到音波訊號 成為聽覺障礙 劍橋大學醫院所進行的基因疗法 是深入耳腔內注射弱化的腺病毒 專家指出 以往有基因疗法 會針對人體注入高劑量的病毒 但有相當的副作用風險 美國病座在2023年10月 也有非洲裔男童 接受基因疗法而恢復聽覺 但這名男童已經11歲 醫師認為1歲多的歐伯 腦部還在發育 因此越早發現 越早治療 對先天性聽障的患者來說 較為理想 公視新聞許家人編譯